请问道场里面的法宝如光碟等 收钱如法吗 这一桩事情 如果是有信众提出来的金钱 希望流通这些光碟法宝法物 免费赠送 我们就要依教奉献 错不得因果 如果是长住 我们寿命要长住 发现做这些光碟流通 我们要收回成本钱 可以 或者是增加一点的时候 利润的时候也可以 为什么呢 这是长住的收入 这个都是如法的 那么如果真有信心 长住也不收心 也懂得越识越多 那就更好了 这是真有效果 我过去在新加坡 住了三年多将近四年 帮助新加坡的据塞里 我们做了一个事业 就是供斋 这个供斋是24小时不中断的 什么时候到里面都有东西吃的 都有热的 24小时不中断 菜还不少 大概有15道菜 这样子 自助餐 你自己选择 夜晚呢 有热的包子 馒头 豆浆 豆浆 牛奶 晚上供养点心 24小时不中断 这是最初 居士林拿出钱来做的 做了不到一个星期 外面人说 送油 送米 送菜 送油 什么都送 送到什么 送你吃饭 吃不完 像这些蔬菜 迷命 你不能放酒 放酒就放坏了 所以没有法子 我们就 找其他不同的宗教 他们办的有养老院 办的有孤儿院 我们每天用一个小卡车 把我们都有的吃的东西 到处送 跟每一个宗教都结缘了 越是越多 居士林吃饭 每一天平均一千人以上 星期假日 会有三四千人 所以很多人奇怪 你们钱从哪里来的 为何用一份钱 只有进来的 越进越多 我们这个室业 室业佛在经上讲的 越识越多 这个话一点都不错 不识就没有了 越识越多 食财 得财富 食法 得聪明智慧 食无微 得健康长寿 这是我刚刚学佛的时候 老师教我 修三种不实 弥补过去深重的不足 那么这些宗真的得到效果 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 所以你能方便别人 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 尤其法布式 一切布式当中 法布式第一 帮助人开智慧 所以我常常想的 我们下面人很多 我们讲他还有空位子 有缘的人都应当叫他来听 这是法布式 法布式宗教的古报 是臣服 所以有机会 尽量帮助别人 是好事情 有机会障碍别人的时候 这是不好的事情 我们会障碍别人 机会不给别人 将来自己会遇到这个障碍 遇到殊胜的姻缘 也会被别人障碍 夜阴果报 丝毫不爽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